中华体育总会日前召开临时会员大会 站立者为会长张朝国 记者卓家评设 记者梁伟明台北报道 中华体育总会上周六11月4日 会员大会决议关闭会员申请网站 即日起停止接受体育书委托网络代转 收民众加入协会报名 会长张朝国更发表强硬声明 强调先前已报名各协会的民众资料 作废若想加入则得洽询各协会 体育署遗憾之余再度澄清 即日起该报名网站 httpwww sar governor tw 依致体育署不影响民众参与协会权益 提总这份声明为中华民国体育运动总会 11月4日召开临时会员代表大会后 全体会员决议如下 1本会自即日起停止接受体育书委托网络代转收民众 加入特定体育团体各全国性运动协会之报名 2个全国性运动协会均属一人民团体法成立之社团独立法人均具有内部组织与事务之自主决定权 本会再为收转新会员于法理上不合 3国民体育法修正通过后 目前各协会之章程尚在法定制修订期间内依法由各协会 于半年内完成章程修正自行依据组织章程账募会员并改选 4在本会关闭网络报名系统前已报名加入各协会之民众因报名作业并非本会管理因此资料作废民众如有意愿加入各协会请进洽各协会申请 5有关各运动协会之理事长是否由会员直选 国体法并未强制规定因此本会持开放态度 尊重各协会自行决定采用会员直选或由理事选举 本会于11月4日会员大会并无决议反对直选 仅强调体育署之章程犯本仅供参考 各协会只要依新国体法进行章程修正即可 媒体报道成本会会员大会决议反对理事长直选与事实不符并语澄清